为了到张作霖的墓地实地采风 我算是费了牛尽了 我遇到了有生以来在平原地区最大的狂风 这大风吹的我 都让我开始怀念起北京的沙尘暴 走进古迹讲故事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六十 咱们默默叨叨的聊了两期元帅联络 虽然啊 这是张学良耗资一千四百万银元 为他父亲修建的豪华原钱 怎奈最终的东北王张作霖 也没能埋进着奢华的坟墓元帅林 那么张作霖到底埋哪了呢 他呀埋在了辽宁省的锦县 今天啊这地儿叫陵海市 一马房村的村西 为了到张作霖的墓地实地采风 我算是费了牛尽了 我遇到了有生以来在平原地区最大的狂风 这大风吹的我 都让我开始怀念起北京的沙尘暴了 来到这灵园一看呢 我发现其实这座灵园很小 并且明显这些建筑绿植都是近几年才完成 我看呢收拾停荡没有几年 那么张作霖的遗体 放着气势辉煌的元帅林不去安葬 为什么会安葬在这个小地方呢 这事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漏 您呢听我慢慢的跟您聊 这九一八事变以后啊 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东三省 这个时候啊张作霖已经去世很久了 因为这个辅顺的元帅林一直没有完工 所以这东北王的灵鹫啊 就一直没能安葬 这一拖二拖的九年可就过去了 张家呢多次跟这关东军本部交涉 要求下葬张作霖 但是啊每次都遭到了关东军的拒绝 因为张作霖活着的时候 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所以呢如果风光大葬张作霖 又把他葬到这元帅林豪华的墓地当中 这样啊就会给东北人民树立一座反日 甚至是抗日的封碑 日本人当然不会这么傻了 他们呀要把东北去中国化 好更好的奴役这里的人民 可是大帅的遗体呀 他也不能挨那儿晾着呀 经过多方末旋 双方啊才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就在这时候啊 时任关东军司令的植田千吉 又说了下葬张作霖不能以张家的名义 更不能用已经跑到关内 铁了心抗日的张学良的名义 最后啊这赫赫有名的东北王张作霖 竟然是以满洲特务组织协和会的名义 才入葬到了锦县一马房村的张家墓地 其实把张作霖安葬在这儿也没什么不对 这儿呢确实是张家的祖坟 有人说不对呀 这张作霖他是海城人 他们家怎么着这坟地 也应该在海城 其实啊没错 这海城确实是张作霖的老家 也是他的龙兴之地 那儿呢朋友多 这个仇人自然也有 所以啊他混转了以后 就决定把自己家的祖坟从海城迁出来 于是呢他就拜托自己的姐夫吴永恩 另外选择祖营 经过大风水眼的相度 终于在锦县一马房村 找到了这么一块合适的坟地 张作霖呢毫不犹豫 立刻拍下银子 买了这周围四十场地 这一场地是多少啊 还希望有东北的好朋友 在留言区啊给我普及普及 我还是真是不会换算这个 这坟地啊算是买亭的了 张作霖呢 于是就把自己生母的遗骨 王氏太夫人 从黑山县遗葬到了此地 随后又把自己的结发妻子 也就是张学良的生母 赵氏安人 也迁到了这块坟地 这回张作霖呢 算是和自己的母亲 还有结发妻子 团聚了 现在看呢 这块坟地啊 大概有十几亩 周围是果园 再往外呢 就是良田了 一进这远寝呢 一左一右 有两座碑亭 其中一个碑亭啊 是宣统二年 宣统皇帝 为这张作霖的母亲 立的告命碑 另外一座呢 是张作霖给自己的亲娘立的墓碑 沿着永路走到尽头 就是张作霖将军 以其发妻 赵氏安人的合葬墓 转过来呢 就是王老太君的墓种了 都是青砖圈墙 水泥风顶 看起来啊 很庄重 很朴实 其实这 才真正符合 在我心里的这些 北洋将领的 安葬规制 您想啊 咱们前边小篇里提到过 吴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也无非就是一座佛塔式的坟丘 赫赫有名的玉帅吴佩芙 也就是一座水泥坟头 立在玉泉山的脚下 北洋将军 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段祺瑞 那可是做过国家元首的人 死后呢 就被葬在了 北京海淀区的万安公墓 张学良啊 是想瞎了心了 非要给自己个儿的爸爸呀 建一座什么元帅林 没想到啊 最后冥冥中自有天定 这老哥几个墓地的规制 算是拉平了 张作霖坟前的西南方啊 有三座小山 他们的名字啊 分别叫马安山 印山和猴山 听着都是好名字 又是马上封猴 又是封猴挂印的 想也知道 这些个名字都是后取的 原来肯定不叫这个 这块坟地地是平缓 前缓小河 又面对潮山 应该算得上是一块上城的坟地 但是呢 总体看啊 它后无靠山 前面的潮山又偏移 所以啊 这块坟地的王气不足 向阳潮坡 地势平缓 又有细水环绕 这是很以子孙的坟营啊 您想啊 这张学良啊 被关了那么些年 最后还能得到 善终 与祖坟的风水啊 那我觉得是肯定有关系啊 得了 咱不在这宣传这个 我也不是专家 爱听的呢 您就给我长按 点个超级赞 不爱听的呢 您就轻轻地按一下 点个赞就得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今天呀 咱们就到这 明儿见了您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